我們要建立以Sales的這個試算表 那我們就把剛剛在SS裡面所複製的資料就把它貼上 貼上的時候特別注意這個地方要選擇所謂的選擇性貼上文字 貼上之後這個地方主要原因是因為剛剛的這個出生紐約 那我們這個地方的話可以再把它做一個格式 藍的地方可以自動調整 它會自動幫我們調整成一個比較適合的藍寬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看一下就是說 現在還缺少哪些資料 那根據我們剛剛在範例裡面所知道就是需要哪些這個資料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首先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在出生紐約這個地方 它在Sales裡面是連續的這個六個數字 那這裡的話呢我們必須把它改成 每一個數字分開來 變成每一個單獨獨立的一個數字 那我們怎麼可以做到這樣的一個效果呢 首先呢在出生紐約的這個右方 再插入藍 那這邊的話總共要插入 六個六個欄位 那插入六個欄位之後的話呢 其實這邊有一個很好用的功能 這裡首先我們把這個欄位稍微把它調整窄一點 把它窄一點 那接下來的話呢當然我們可以幾個方式 如果說你實在是記不起來怎麼樣把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六個數字分開的方式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圖法鏈鋼 你可以直接在這個地方呢直接輸入 輸入它每一個數字 當然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因為這個資料量不大 總共14比 所以呢你這樣輸入 其實花一點點時間也無妨 因為考試時間總共有四個小時 那其實你如果說忘記怎麼來做這個快速的動作的話 其實自行輸入也可以 當然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比較不建議你這樣 因為實在花很多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一個所謂的資料剖析的功能 所以資料剖析呢就是在資料的資料剖析裡面 然後我們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其實可以利用它的這個功能 選擇一個固定的寬度之後的話 你再把它點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直接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就可以直接用點的方式 就可以把每一個整個 總共六個數字呢把它分割開來 分割開來之後 它會問你說你要把這個資料放在哪裡 你就直接 直接點選在這個12的這個儲存格裡面 並且就把它按完成 它就會自己把資料呢通通 就把它分割開來 並且放在適當的位置上面去 那當然接下來我們在上面加入這個 所謂的它的欄位的名稱 那接下來我們就輸入完畢這個欄位名稱之後 那再來我們還缺哪些欄位呢 剛剛有講到 在這個資料裡面呢 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年月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還缺所謂的性別 性別的部分呢 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利用身份字號來做產生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身份字號的右方插入一欄 給它一個欄位的名稱叫做性別 那性別的部分當然方法很多 不過呢 我是建議你直接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就key in上去就可以了 比如說這個地方的話呢 在身份字號第二碼 一的話就是男生 二的話就是女生 那比較快的方式是直接 全部都男生之後的話 在第二個這個女生的地方呢把它改一下 那並且用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Copy貼上的方式就可以了 Ctrl-C是複製 Ctrl-V是貼上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很快就可以把這個部分給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性別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繼續來看 還有這個所謂的科別 科別的部分的話 我們還少了這個所謂的科別 還有科別代號 那科別名稱我們把它改一下好了 改成科別名稱 那科別名稱前面呢 再插入一欄 叫做科別代號 科別代號 那科別代號的這個對應方式呢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在其實你的這個 這個試題肯裡面的都有 這個對應的關係 那剛剛我們也看到 其實在這個對應的關係 我們可以查到在這個第17頁的地方 那分別就可以把它對應上去 比如說第一個美容科的話 就是504 所以你這地方的話呢 就可以自行把它輸入504 那504 當然 這個地方下一個也是504 當然你可以把它複製 這個也是504 再來的話 就是國際貿易科 分別把這些完成 好 那科別代號的部分就輸入完畢 再來的話 我們還有缺一個所謂的入學資格 好 入學資格這個欄位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入學資格 那001就是畢業 004就是修業 另外兩個其實 在這個題目裡面是用不到的 那這個入學資格欄位 各位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 入學資格 所以我們就加入一個 畢業國中 右方再加入一個入學資格 的一個欄位名稱 然後呢 一樣的方式 當然畢業是001 好 這裡的話呢 我們修業是4 然後畢業的話 當然你可以直接 如果 看起來修業的比較多的話 你就直接拖拉 直接往下 然後看到 畢業的時候呢 就是1 然後呢畢業就是1 修業的話呢 就是4 特別注意 還是要比對一下 這個地方 因為只有14筆 所以啊其實 最好是反覆的驗證一下 好了以後的話 那我們就完成我們需要的這些欄位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再檢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 全部都是我們要的 包含就是 學號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Excel的部分 最後特別注意 在題目裡面呢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需要我們做排序的動作 而且是利用學號來做排序 所以我們來檢查一下 是不是按照學號排序 因為已經按學號排序 不過還是要確認一下 如果說不確定的話呢 記得 這個地方再利用這個所謂的排序 然後按照學號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按一個 就是按地增排序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Excel的部分